说起杨雪,你可能一脸猛逼,但说起小鱼儿与花无缺中的那个大板派将遇见,你可能有点印象。 刚开始出来时,一副手若无骨,楚楚可怜的模样,让人忍不住想要保护她,后来才发现,她才是最大的幕后boss,让人喝得牙痒痒。 杨雪,1980年10月16日出生于北京,中国内一女演员,毕竟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戏99集。 早年她的演艺生涯可谓风生水起,每部剧几乎都是她是演技担当,而且那时候,她也是美得动人。 她20岁的时候就开始拍电影了,当时她才大二,可是就已经跟续情,扑存心等大牌合作了。 之后和影相继和陈坤,林心如等拍过电视剧,是美肥影的高牌生。 她真的是名副其实,当年小月儿和花无缺中,脑子坏得让人咬牙,又美得惊心动脱的江玉燕吗? 她的扮演着就是杨雪,她的蠢就与其美貌气质不可分割,林顿的大眼睛十分吸睛。 继致不凡,精致的五官,高挑云臭的身材,很快就让观众记住了这个姑娘。 剧中她的美丽不亚于范冰冰,甚至有时候,范冰冰站在她的身旁,也都显得逊色一些。 在剧中,江玉燕为了得到花无缺的爱,可谓是绞尽脑汁,机关算尽,只是差一点点,就把现行风扮演的花,无缺抢到手了。 但最终还是一场花洗一场空,莫得个彩蛋收场。 其实现实生活中,杨雪是一个乐观开朗的好姑娘,有着天使面堂,魔鬼身材,演艺事业叮叮日上。 巅峰时期还盖过范冰冰的风头,但杨雪却没有一点傲气和失负。 在这个充满灵力诱惑的演艺圈里,杨雪一直简单地生活着,快乐,美丽,健康,就在这种简单中延续。 不过就是这样一个貌美,而且影迹也一级棒的姑娘,却在事业上升时期选择退出饮品,嫁给现在老公赵海,感觉颜值一点都不搭,真是一朵鲜花抄在牛饭上了。 2008年载拍《人间正道食堂扫》时,认识了美术设计师赵海。 在众人眼里,赵海又傲又丑,与杨雪并不般配。 可是,赵海的幽默风静深深吸引了杨雪,她的才气让杨雪敬佩。 赵海也对这个聪明美丽的女孩动心了,两人义无反顾的相爱了,并且很快领着结婚。 可惜,如今为人妇的她,已经看不出当年令人惊艳的美了。 不过,自从杨雪在2009年结婚,并在2010年生下女儿游游之后,就将大部分时间,精力转移到照顾家庭上,工作几乎就属于吸引状态了。 但杨雪的老公的颜值,确实遭到很多网友吐槽。 公布婚讯时,还曾被网友说是美女与野兽,直到现在结婚多年,仍有网友想不通,老赵是如何俘获杨雪芳心的,而且大家不知道的是,杨雪和老公在一起,还是杨雪倒追了老公。 杨雪与老公结婚后,生活依然幸福美满,现在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儿,杨雪经常会晒出女儿的图片。 妥妥的女儿奴隆,杨雪的女儿也继承了妈妈的基因,长得非常可爱好看,再看看杨雪现在的生活,真的是最简单的幸福了。 杨雪与AB两人都是红色长裙,看起来真的十分的相像。 如果杨雪不隐退,Angela Baby只能是小杨雪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